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经济 文化 科技等各个领域做出了不少努力 本期《香港特写》就带您了解这些创新故事 体验多彩生活 香港生活节奏快 运动时间难以保障 但其实走路也是一种运动 只要持之以恒 一样可以改善健康 香港康乐级文化事务署最近推出健步型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鼓励市民一个星期最少三天 每天进行至少半个小时或以上的体能活动 Dennis这天来到马鞍山海滨长廊 与朋友一起健步行 健步行它需要运动量没有跑步那么高 但可能你跑步你会跑到气喘 但健步行其实只不过是你可以平时散步 不过又快一点点 而且它需要有一个摆手的动作 而且它所消耗的卡路里一定会比你散步多 需要的装备也都是比较简单的 可能你跑步 可能你要买对 备阵好一点的运动鞋 但可能你健步行一对普通的运动鞋就已经可以了 健步行步速每分钟50至100米 以一般30岁身体健康的人士计算 健步行时的脉搏约每分钟114至143下 专家建议每天累积走8000至1万步就可以强身健体 其实健步行就是类似健步的 慢三拍版本 它是不会两只同时离地的 所以你会见到它是某一个腾空撞到地下的撞击 所以相对的冲击一定是没有跑步那么厉害的 也是男女和老友都适合的 根据去年公布的普及健体运动 社区体制测试计划调查报告 有超过一半的香港市民未能达到体能活动的基础指标 健步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在鼓励市民多运动的同时 还可以记录用户每次步行的数据 包括时间 距离 速度 步数和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香港18区共33条步行道路的地图和长度都有介绍 用智能手机在苹果或者安卓平台即可免费下载 香港旺角花园街早前先后发生两次大火 针对排档的设计和防火安全 香港理工大学成立了一支包括消防 机电工程 设计和社工等跨学科专家队伍 来到花园街实地视察 跟档主沟通 想出了几款新的排档设计 用我们的新设计就发觉有几个好处对比起那个旧排档 第一其实我们的设计就少了一些入风的地方 所以令到它助燃的状态就没有那么厉害 令到火不会那么快 烧得那么旺 顶部那里其实也是因应当主的需要 做了可以伸縮的屋顶 在下雨天的时候 返商不需要开那么多的遮 不会有所谓它们属于爆水的情况 同时间因为它有两层的挂 令到火向上燃烧到 上面旋盆的机会减少了 新设计除了提升排档的防火能力 也让商贩做生意时更加方便 例如门板可以变成桌板 在上面可以摆放货品 折合式的设计使营业变得更快更省力 同时节省了空间 这次有大学找一些专业的研究者 教授 学生等等 去做一些新的设计 他们其实很着弱 而出来也不是一个象牙塔出来的东西 而是应用得到的 我们接下来会将我们得了出来的设计 摆回上去网上面 还有给回资料 给回返商 他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设计 去提升他们本身的排档 香港九龙东正由工业区 转型为香港另一个核心商业区 为应对今后越来越多的人流 九龙东办事处和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构思出一个创新的概念 研究将关塘区的40条后巷贯穿交通 形成行人交通网络 还特别设计了这架在后巷使用的电动车 可以载到两个人 而且它是非常窄身 所以适合后巷去行的 而且它因为要贯穿的距离 不是跨区那么夸张 可以及时充电 其实是很实际和可行的 转向系统也是和一般的汽车不同 比如用好像坦克车这样的原理 所以它可以原地转 都是为了我们后巷特殊的城市环境去做设计 希望这件事带给香港整个城市一些新的想象 如果可以在关塘区做了先行先试的话 香港其实很适合用电动的车辆 不是用汽油的车辆 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香港就不需要再有这么多二氧化碳 这么多污染在路面上 香港理工大学新成立的塞马会社会创新设计院 是亚洲和香港第一间致力于社会创新的设计机构 创新设计院会与业界保持沟通交流 咨询专业意见 将创新的概念融入到生活产品的设计中 协助解决香港社会问题 香港特区政府在2008年成立儿童发展基金 旨在通过个人发展规划 有失义务指导 对家境清聘的儿童提供帮助 巴基斯坦少女尼勒姆口中的她就是退休义工黄丽华Luis 她们在三年前配对成为导师与学生 第一次见他我就完全不认识他 我看他没聊之前我就很担心 我看到他好像很生气 我感到我很害怕 真的是我一生第一次去接触南亚裔的年轻人 在第一年其实这个磨合期挣扎了很久 因为他又踏上不了我 我又踏上不了他 为了打破隔膜 黄丽华主动上门为尼勒姆补习 陪着他报读英语课程 更为他安排到幼稚园实习 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计划完结时 黄丽华更鼓励尼勒姆参加韩国交流团 希望他冲出香港 我就告诉他 我说真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真的不会很多他们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真的冲破出去 我想去韩国 接着我住院了 我说我不去 接着爸爸说去 你都会学到新的东西 去那里 接着他说如果Luis去 那我一点都没事 他就很信任他 Elem通过计划建立自信 而善行也找到了目标 三年前他因为逃学过多而被退学 迷失方向生活颓废 经过社工介绍 他认识了比他大八岁的郑月Nick 因为Luis很照顾家人 看到那份责任感 我从小到大都是我妈照顾我的 他开始拿 我也想自己可以将来照顾他 我自己本身小时候 都是单亲家庭 其实我看到善行 都有一点感同身受 所以很想看下 如何可以用我自己的经历 去分享帮助他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 都有很多热心人 给了很多意见 我说有帮助过我的 参加计划 每个月储蓄200元 加上捐款和政府资助 善行最终利用这笔钱 报读文凭课程 希望将来可以进入大学 实现自己的梦想 学到什么 自律性 即是他会自律上学 还有就是不敢 还有有目标 现在做人 是比起初初认识他的时候 是不同了 我觉得是他自己的进步 可能他本身是可以是这样 但我觉得好像有时候 在某个甲板里面 有很多金银柱 可能还未找到鎖匙 以后开了他 拿到里面的宝座 我记得一两个儿子 我真的当她是女儿 我经常认识 香港人不喜欢巴基斯坦 但后来我认识 我认识 有很多不同的人 你不能判识一篇 我认识很幸福 我认识很幸福 我从未能找到她的朋友 她认识我认识她 我认识她 也认识她 我认识她 我认识她 苏乌村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公共乌村之一 88岁的唐叔是60年代入住香港苏乌村的首批居民 这天他来到尖沙嘴九龙公园香港文物探知馆 参观话说公屋专题展览 细细品味当年与邻居的愉快回忆 大家左轮右里 真是认真最好 为什么最好呢 有些好到这样 有些老人家 没有主办 没有人买菜 他在隔壁走来问你 喂 什么哥 什么阿婆 什么姐 你买什么菜 我和你买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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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你吃这些东西 你不合我 我放在旁边 你放好 你拿出来煮 也可以 第三 甚至我病 都去探病 还有一样 甚至死 都去送阿桑 这个哨子陪伴着唐叔几十年 对唐叔来说 这是他守护苏乌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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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雪地 他們說什麼呢 世情啊 世界怎麼樣啊 漢江啊 有很多就很熱心的 他們喜歡吃泥蚵 他們買些泥蚵 就煲些泥蚵粥下來 今晚我煲泥蚵粥 請大家吃 第二個 上海人最愛做水餃 他們也做水餃下來 香港公營房屋計劃 起源於1953年聖誕夜的 石霞偉寮屋區大火 近53000人一夜之間痛失家園 需要大量的房屋安置 當時政府在石霞偉 興建八幢六層高的洗製大廈 跨越超過半世紀的 公共房屋計劃 從此展開 倩宜林美倩的父母 就是當年石霞偉大火的災民 他們一家八口被安排入住 只有140平方尺的洗製大廈單位 之後再添兩個弟妹 居住環境欠家 一層幾十貨家庭排隊取水 也要使用公共浴室洗澡 最多人就是六點七點鐘的時間 最多是六點七點鐘的時間 然後你夜一點你又怕了 怕有那些喉濕佬 裝洗澡的 因為那些門是關不起來的 那些門是看到裡面的 那我們就會輪到衝 一個在外面看著 幾個人會衝 倩宜一家住在石霞偉村 經營棉被和床上用品47年 已成為昔日洗支大廈 街坊們聚首的好地方 到七八十年代 因為重建項目開始 倩宜一家搬往石霞偉村 居住環境較好的公務單位 單位面積大了一倍 更首次擁有獨立的廚房 廁所和自來水供應 生活環境大大改善 經過幾次搬遷 今年年中 倩宜再次搬往全新落成的 石霞偉村單位居住 經歷石霞偉村近六十年的變化 倩宜親身體驗到公屋的進步 和越來越體貼市民的生活設施 現在新型屋村全部都很好的 廚房、廁所都很好 好像回到家樓下都好 有綠花 一過了馬路 就沿路回家都不用得魚了 現在少了很多T級 現在有電梯了 住一樓都有電梯的 如果你說公共設施 都有車台 有樓梯 有平路 你自己選擇 好過更是很多 事實就好了很多 時代不同了 不可觀看 有線條 倩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